Sereena你好,我现在,我们是在这个你的房子做这个walkthrough,我和我助理都在你的房子做walkthrough,然后呢,这是第三层,他现在给你聊,然后我们正在贴这些glutate,然后这些我把贴了glutate里上给你拍一下啊,今晚都是painter的,对,我当中,很足啊, All right,thank you very much,no worries,um,so yeah,seal the grout about the tile locations is,他现在给你,他现在给你讲这个过程间的东西,it is a protective coating,a protective barrier that prevents damage,but it does wear away and deteriorate over time,so we recommend that you seal the grout throughout the tile locations,about once a year,all right,so there we are,um,as we pointed out,we are missing one whole pail of glass,right,right,um,that will be in next week,we will have this in the next week,下个星期他会装那个玻璃,那个玻璃都没有,然后那个浴室晃动的比较厉害,我刚刚说了这个问题,然后这些是 就是那个八宋上面的一些小的话,很大很小,就些像头发丝一样的地方,你知道吗,就是给你给你bluetap也出来,然后这些是两个呃,两个次我嘛,就这些bluetap的都是我们贴的,建商是不会给你贴bluetap的,bluetap都是我们,嗯,作为呃,就是onsite的经纪人也好,买家也好,就要自己贴的,嗯,这个房间都没有,嗯,我现在再给你贴那个,贴这个走道,就是走道,嗯,你能够到丁泽是吗,等下跟他讲一下,哦,他已经出来吗,这个丁泽,哦, 哦,要跟他讲一下,这里有个钉子,你看到了吗,钉子,刚才给你拍完了,嗯,第三层的这个视频,现在给你看第二层的视频,那刚才我也跟他讲了,那个那个角落,最上面一层是有一个钉子,在那个视频的上面那个视频的结尾,我也给你看了,那么这个是bluetap在这儿,然后这些bluetap都是我们贴的,然后现在呢,constart manager了,现在是大楼上去了,就是检查一下房子,就是看我们有没有贴到的,也能有没有,就是,啊,就是得说是像我们做walkthrough的时候,我们都是,像我看一遍,我助理看一遍,然后 然后再constart manager看一遍,所以也经过三双眼睛看了,基本上就,you know,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的,你知道吗,就我们都很仔细,就不管这个买家是不是在现场,还是说远程的买家不在现场,我们都是一样的做的,你看,好,这些,你看,就是有一些小的cosmetics的痕迹的地方,我就贴了bluetap,然后现在呢,我是在给你,啊,这个检查,这个cabinets的一些电器,然后它上面有个trim,它miss掉了,嗯,对,我跟他讲了,跟constart manager讲了,然后外面,这个地方,上次我们来,它还 没掉下来呢,现在它掉下来了,就是这个灯啊,它掉下来了,不知道你看了没有,能看到吗,它这个灯掉下来了,所以我们要写个邮件给建商,也让它整改,外面的话呢,这个是我们发现的一个问题,也让建商刚才整改了,外面就是这个deck嘛,deck这个地方,我们用bluetap把它tip起来了,就是它这个钉子,就是有点出来,但是也还不是那么很厉害,但是有点出来,你看这个钉子,这一排的钉子,你看这一块,连那个小小木头都已经,就是这个地方,它都已经, 凹起来了,所以,啊,anyway,就是这个是有一个安全隐患,是什么呢,就是怕伤着人家的这个脚丫子,你知道吗,就怕伤这个租客的脚,啊,所以呢,我们就刚才提醒,让建商写在那个整改的清单上面,啊,啊,包括那个底下的那个,看那个我们tip的,比方是那个盒子,建商没有seal好,我让他们整改了,它seal好,我们现在,虽然是,刚刚提醒完了,但我们还会待在这儿待,差不多一个小时,再检查各项的, 等作,然后这边是,像它这个门的边框这里,它有一些这种褶子,我也贴了blue tape,然后这个长条的blue tape,你可能看不出来是,它其实是有点色差的,但是你在视频里面看不出来,这样,然后这些就是很明显的cosmetics的印记,这些地方,房子很漂亮,厨房也很漂亮,这是瓷砖的墙壁啊,你看cours看着它,你们下个星期来的话,你们就能看到了,这个地方,嗯,这个是,这个是,这个是, 可能要,我等一下再拍这儿,这个,这个角度可能看不清楚,然后这边墙上都是,我刚贴的,就是cosmetics的,像这种,就是有一点点小的印记啊,小的这些地方啊,也都拍了,然后这个地方呢,我刚才也只得看消息manager看了,你看到吗,这个你一这样看,你就能知道我们说啥了,它这个地方有点凹进去了,你知道吗,有点凹进去,就有一样写上了,这些cosmetics的地方呢,它, 是,嗯,很多不会写在这个检查报告上面的,因为这个,就不是说它,这个东西烂了,或怎么样,它就是做的,嗯,不到位的地方,或者是有一些影响美观的,我们写上去,美观的东西呢,防检报告上面不一定会体现的,但是这个之后,这就是需要我们,在现场的,嗯,就有经纪人呢,这些人,来这个,打官,给客人打官,这个里面贴的地方都是一些,有一些什么小痕迹啊,你看这些,这些,这些,这些地方,这些,就是一些张印的地方, 然后是厕所,厕所,厕所,呀,然后这是,呃,这里有一个房间来的,对,这有个房间,行,然后这个是这个,这个,车库,车库的话呢,呃,也这些,呃,Bluetap是什么呢,就是我们,呃,就是跟,也跟Consultor Manager讲了,就是有个地方是有一些这种点点的,你知道吗,但这个地方也还好,这个地方是正常的,嗯,就是它是并没有凹陷的,就是这些地方, 可能是有一些,可能中央拔的这些痕迹,你知道吧,就拔了一个小洞,这样子,这些都会需要建成去怎么办,好了,这是这个房子,好了,我就把这个视频拍一下,这样我们,呃,Final Walk的时候的话呢,是有一个这样的,呃,就是我们Final Walk的时候,我们,呃,是一起,我们下个星期一起做Final Walk嘛,我们一起Review这个视频,然后看建成修的怎么样,好了,就这样了,好了,我是E,拜拜, 我们下个星期视频